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绝对是要功夫的 下面有请中国烹饪大师 擅长制作面食的于士兴师傅 与高级营养配餐师于仁文一起闪亮登场 今天我们请来的还是于士兴师傅 都是老熟人了 还有著名的营养配餐师于仁文 还是两位于师傅 今天这蘑菇粒炒饭 据说它很奇特 或者叫很独特 是吧 这么大我来介绍一下 咱今天要做的这个炒饭 我们用的是蘑菇 蘑菇有很多种 我们第一个选择的是杏鲍菇 杏鲍菇闻起来有淡淡的杏香味 然后有类似于鲍鱼的那种口感弹性 顾名思义杏鲍菇 然后边上配的是茶树菇 茶树菇 利用茶树菇那种浓郁的精香 两种蘑菇 对 我们用这两种蘑菇 跟米饭一起制作一道健康的炒饭 好 经过厨艺高手的精心搭配 平淡无奇的米饭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道色味俱佳的美食 米饭粒粒分明 口感十足 蘑菇清爽滑嫩 令人欲罢不能 真是一道令人叫绝的家常美食 接下来于师傅就要为我们带来这道 蘑菇粒炒饭的详细做法 电视机前的您 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主料有米饭 杏鲑菇 茶树菇 配料有胡萝卜 盖兰 调料有酱油 冰糖等 那咱们首先得先切蘑菇 不着急 首先先得熬汁 还熬汁 对 不是吃炒饭吗 熬什么汁啊 炒饭熬汁 第一次看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 创新之处 独特之处 就在这 对 准备一只空碗 嗯 酱油 酱油 汁离不开水 嗯 我们给这个碗里边呢 倒上 差不多这么 50克左右的水 嗯 然后酱油的量呢 是这个水的三到四倍 哦 那就是说差不多得有150克以上的酱油 水少 酱油多 酱油多 嗯 对 朝这会儿呢 我们把它倒在这个锅里 有 好 好 好 这会儿切东西 开火吗 开火 开火啊 嗯 切成这么十来片姜 这个姜呢 要稍微多一点 嗯 利用姜的这个辛辣味 来煮这个汁 哦 香菜 香菜 嗯 有这么一小堆香菜 如果按说克呢 有上十多克的香菜 切成大段 利用 哎 利用香菜里边的这种 香菜也放里 哦 盐碎油 跟这个 姜的辛辣味 一起 来煮这汁 放一点糖 这什么糖 冰糖 哎 放冰糖啊 如果要是大颗的呢 放上两到三颗 小颗的呢 放上三到四颗 就可以了 咱们一般的在家里 都放那种白糖啊 对 放冰糖 可能有它的特殊的作用吧 这个白糖跟冰糖啊 实际上它的甜度呢 是差不多的 嗯 因为都属于蔗糖类 但是冰糖呢 呃 有一些什么滋润的作用 尤其跟姜一起配着吃 哦 有润肺啊 滋润啊 这种这种作用 这个汁煮的这种成功呢 就是以糖化 嗯 把这冰糖给煮化了 就可以了 哦 看着这糖化了 这汁就算做好了 我们利用这个姜的那个辛辣味 还有那个香菜的原味 有的这个味道 嗯 加上冰糖 熬这份酱油 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水和酱油的比例很重要 啊 应该说一比三还多一点 将近一比四 您这用的是什么酱油 是生抽老抽 海鲜酱油 我们今天用的酱油呢 还是鲜味酱油 鲜味酱油 老抽适合炖 然后生抽那个适合炒和凉拌 您看我们这冰糖呢 逐渐就融化了 哎 到这会儿呢 关火 嗯 这个汁也熬好了 咱们熬的这个汁呢 就取决于什么呀 炒饭最后的味道 我们把它这个 煮的这个 好嘞 倒出来 连香菜 在姜丝 都得用吗 一起 都搁这汁里泡上它 好 熬好的这个汁先搁在一边 到现在呢 我们来处理这个蘑菇 嗯 杏鲍菇 杏鲍菇 现在这蘑菇的种类特别多 我想问问营养师 这蘑菇这么多种类 它的营养其实是不是大同小异 对 这个蘑菇呢 主要是分干蘑菇和鲜蘑菇 当然了 蘑菇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那么同样是鲜蘑菇的话 它的营养素的这个含量啊 基本上是非常雷同的 差不多 只不过是各有各的这个风味 对 那么这个蘑菇类的食物呢 它里面主要的是 这个菌类多糖 它的这个对人体的保健作用 另外呢 它的膳食纤维也非常多 嗯 这个抗氧化物质啊 什么矿物质啊 维生素啊 当然了 它的氨基酸也是非常好的 嗯 您说这个 呃 叫什么菌类多糖 它主要对人体起什么作用呢 它主要是帮助人体呢 降脂降压降血糖 哦 然后还有这个抗癌的作用 哦哦 所以人们说嘛 经常吃蘑菇嘛 我们把这杏鲍菇呢 给它尽量的切的颗粒大一点 嗯 晕一会儿还要编制 在编制的当中 它会缩 缩水呢 啊 缩一些水分 茶树菇 茶树菇啊 它的那个瓣 这种味道 要优于它这个蘑菇这块 哦 主要的味儿是在那瓣上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 笋盖的这个味道 笋盖摘下来做汤特别好 对对对 先给它摘下来留作它用 菌盖 不是笋盖 对 嗯 嗯 嗯 在选择这个茶树菇的时候 嗯 我们尽量选择这种什么呀 伞头稍微厚实一点的 嗯 嗯 然后这块茶色比较正常一点的 这个伞头 这儿摘的时候香气都很浓郁 伞头稍微厚实一点的 就没长老 嗯 没有裂开的 全长开了就老了 嗯 哦 差不多也是这么大的颗粒的 对 茶树菇呢 我们就是顶刀里的切成颗粒 也是不要切得太碎 嗯 因为我们还要编制 编制过程当中呢 会那个 缩一些 嗯 听起来很清脆 对 这在家里炒饭 割点蘑菇 挺好 我觉得比割其他的东西 可能更香 对 嗯 而且我觉得割这茶树菇 更好炒 对 炒完饭还做一趟 嗯 胡萝卜 来点胡萝卜 对 切上 几片胡萝卜 这配上颜色 嗯 配上颜色 而且这个口感也不错 营养也挺丰富的 嗯 这胡萝卜粒呢 就不用切得太大了 因为它这个 缩水的程度不会 嗯 太大 切成丁状 嗯 和这会儿呢 我们准备了一盘 芥兰的那个杆 哦 芥兰 对 把那个老皮去掉 哦 把两头去掉 然后也是在这里配着使 嗯 这吃的嘴里口感可好了 是吧 对 清香 脆 陈老师可以看一下 嗯 这个鱼树 这几个配料的颜色啊 白的红的绿的 还有这个茶色色的 对 炒出来一定特别漂亮 我觉得这里缺点黑的 缺点黑的 哎呀 我在家炒饭 为什么我说 我就有时候切了一点碎木耳 我真是这样 这黑的有酱油 没关系 有酱油 有酱油 切完了我们可以炒了啊 先做点水是吧 嗯 做点水的目的是干嘛呀 焯蘑菇 焯蘑菇啊 好 够吗 够了 那我们把这原材料就切好了 切好了 现在做点水 把这个蘑菇呢 焯一下 飞一下水 好 这蘑菇要焯 我理解 就让它最后成熟 能够一样 对 成不成熟 是吧 不然的话 你一定要先得炒半天 这个蘑菇 它这蘑菇有吃油 今天咱们焯这个蘑菇啊 还不存在这个 刚才您二位说的这个 同步成熟的这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 我们把蘑菇给它焯一下 让这蘑菇的这个 这个体质呢 稍微紧一下 在煸炒的时候呢 它就不易吸油 不易吸油 焯一下 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水分了 对 现在呢 像一块海绵似的 好 水开了之后 把这两种蘑菇 倒里边 嗯 焯一下 把它露出来 等它开不开锅呀 啊 稍微开一下 开一下啊 我温一下 这个我觉得有两种作用 一种作用就是您说的 可能它这焯完以后 里边吸满了水 这就一会儿就不容易吸油了 嗯 再一个呢 我觉得它也就基本 也就几成熟了 对 是吧 一会儿焯起来就好焯了 好的 拿勺子给它压一下 它的水 在焯的同时呢 肯定也浸进一些水 嗯 把水呢 压出来 嗯 把这水呢 尽量给它压出来 在炒制之前 先把蘑菇焯水处理 不仅能使蘑菇更易成熟 还能让它吸入适量的水分 在翻炒时 不易吸油 使口感更加清爽 现在我们就开始炒这饭 我打开 少放一点油 嗯 然后咱们炒这个饭呀 然后放这个油脂呢 也是根据这些总量 嗯 比如说有这么多的米饭 这么多的菜 放在一起 需要多少油 嗯 有时候外边吃那个炒饭 油特别大 对 油大的原因 我估计它就是怕 把那饭炒成一坨子 啊 它为了不粘 但是一样 鱼师傅这个 这个油搁的确实不多 嗯 它不多 它又又不粘 这就是技术 让这个观众朋友 给看一下 嗯 这大约应该是有 也就有上20克左右 20克左右 嗯 在这油温呢 有两三成热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蘑菇呢 给放进去 嗯 先放蘑菇 煸它的水气 哦 还要煸这水气 哦 把水气给它煸出来 让蘑菇有一种焦香的味道 哦 我觉得这个火 就应该适当的大一点 嗯 对吧 对 你要是太小了的话 那一会儿油又吸进去了 嗯 吸你别煸到最后 它又吐出来了 又吐出来了 这就是蘑菇的特点 哦 然后再煸又吸进去了 哈哈 现在这个蘑菇 有滋啦滋啦的声音 嗯 然后呢 那个是 里边还是有水 水分 对 有水 对对对 来 陈老师您看点锅 我来 好 我切点葱花 嗯 小的香葱 嗯 哦 板的部分 我们把它给切成葱花 在蘑菇边的 然后这种小油泡 越来越细的时候 这不就水也少的时候 对 下胡萝卜一块煸 对 胡萝卜一定要放在油里边边 胡萝卜加热以后啊 它的细胞壁就软化了 然后里面的那个胡萝卜素呢 就特别容易吸收了 嗯 我看有生吃胡萝卜 生吃胡萝卜的话 里面的胡萝卜素很难吸收 吸出概率非常低 它里面粗纤维啊 还有里面的这个矿物质 比如说钾呀 这些东西呢 是可以吸收的 但是胡萝卜素 吸收的就少得多了 嗯 到这会儿呢 这胡萝卜呢 也变色了 变色了 然后呢 看着呢 有点抽了 有点就是缩水 对 已经抽了 缩水的那个感觉 我们把刚才切这个葱板 给呛一下 呛一下呢 把米饭到里边 好 就倒米饭了 对 还是接着煸 我觉得啊 像今天这个米饭呢 应该说比较 老百姓的话 就是比较比较甘葱 是吧 这是香米 对 你要是这个炒饭 是不是对这个米饭 本身也有要求 对 如果说这米饭 今天蒸软了 就像酱粥似的 我估计炒不出这样来 是吧 对 这一般炒饭的米饭呀 是蒸得让它松散一些 松散一点 因为它的要求 就是要松散一些 也就是您呢 蒸得硬一点 水少一点 您要打算做炒饭 一定这样 你看 现在就很晶莹稀头 这还没炒熟呢 我们在蒸 做炒饭的米饭的时候 水呢 适当的少一点 干一点 这个饭 水适当的少一点 在蒸的同时呢 可以少加净一点松辣油 蒸熟之后呢 拿块子一打 然后这个米饭呢 就松散了 然后这会呢 看着米饭呢 也开始有点起焦性了 我们开始调的这个汁 给它倒进来 只要是咸味够了 就行了 就行了 到这里只调咸口 这些汁不用都倒进去 对 都倒进去就咸了 对 我在家炒过饭 一个呢 这个饭呀 不炒 不会炒不成这样 晶莹剔透 在于它粘锅 就是不粘锅 甚至它也粘一点的 为什么呢 还是我觉得 可能是饭有点软 这个油 太少了 一来是饭软 二来是什么 您看我们今天放的是蘑菇 哦 分这个胡萝卜 有关系 用的这个量 是饭的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左右 它在当中呢 也起到一个什么 搅拌 融合 防止它粘锅的这个作用 对对对 而且那个菌里边的香味呢 也很快就能够 融到饭里边去 嗯 这些食材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全都有清香味 不管是这个菜过香米 还是蘑菇 还是这个胡萝卜 都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味 嗯 我们把这汁呢 给它跟蒜 还有那个蔬菜 均匀地裹在一起 嗯 然后这会儿 我们的炒饭呢 就可以出锅了 嗯 剩下什么 剩下还是季兰 对 快出锅之前 熟之前 把它放进来 哦 然后清蒜 这两样都不能放得太早 是吧 对 因为季兰那是刨得比较干净 就剩下嫩心了 而且这两样蔬菜呢 甚至都可以生吃的 生吃都可以 对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放太早 把它炒得太老了 太熟了 反倒没有味道了 把这个青蒜末 也是切成那种 类似于跟芥兰大小 差不多的样子 嗯 往里一放 可以 炒一下 嗯 稍微让它 渐渐热 对 青蒜和这个芥兰呢 渐了热以后 颜色相当漂亮 对 翠绿色 好 对 好 醒了 关火 好 在盛饭的同时 这蒜香味很浓郁 嗯 用这种熬汁的办法来炒出这个饭来 您看它首先也是一个不粘锅的一个秘诀 因为里面有水 有水呢 这汁是水嘛 直接把这饭呢 就很快的就给 融合在一块了 这道风味十足的蘑菇粒炒饭您学会了吗 咱们抓紧时间来回顾一下 第一把水和酱油以1比3的比例在碗中调匀 然后把混合液倒入锅中放入姜丝香菜段冰糖一起熬制成碗汁儿 第二把星包菇茶树菇胡萝卜盖栏切成小粒 把两种蘑菇粒焯水备用 第三锅中放入少量的油 当油温三成热时下入蘑菇粒和胡萝卜粒一起翻炒 当胡萝卜变软蘑菇煸出水汽的时候将准备好的米饭下锅翻炒 当米饭微微发粘时倒入少量熬好的碗汁儿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我觉得这个炒饭做的应该说很有独特之处 是吧 我们在做这炒饭的时候 借用了广东包仔饭 把饭包好之后吃吃的时候要放一个汁儿 我们利用了汁儿 这汁儿在这里边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一它是很好的跟饭跟菜去融合 而且在炒制当中它还可以少放油 而且也不粘连 这汁儿也起到了作用 再其次我们借用了两种蘑菇 就利用这蘑菇特有的香味 来预展我们今天这个米饭 所以今天这个米饭您吃起来肯定会是很清香 而且我觉得有这一道米饭最多再来碗汤或者来碗粥就够了 再来个青菜最好 这里都有青菜 这里边青菜就是青绿色的菜还是少了点 还是少了点 这毕竟是主食 如果配盘青菜再配盘酱牛肉 然后再来碗小米粥 好 这就齐了 够小资的 今天炒饭正好有一位网友也提了个问题 他说过去家里经的锅里捞饭 捞出来再蒸 他说米粒吃的嘴里一粒是一粒的 而且它肯定是炒的时候就炒得更好 正好咱说炒饭 营养师您怎么看他们这个问题 其实从营养上来说它损失的太多了 因为这个米里面的营养素很多都是水溶性的 比如说里面的钾 还有里面的淀粉 还有里面的壁族维生素 它很容易丢到水里面去 就跑到捞饭那碗汤里 咱们现在都已经想 炒米的时候就要尽量少炒 您这好 还要再捞一遍 那最后把捞饭的米汤都喝了不行了吗 当周喝 您才可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天天饮食 明天再见